好 回到第三節 回到第三節 升旗易得道 剛才說的選舉 其實都還沒說完 太多東西可以說 因為太多東西可以說了 所以我們節目遲些 那個蝙蝠可能多一點 選完之後再說其他東西 這個呢 其實九龍西最近都很Hit 因為有一個年輕的參選人 尤惠晶 就拿著 劫著這個光環 有一個叫什麼 散後的光環 還有撇低薛黃昏 撇低薛黃昏的光環 其實他的光環呢 好像濟公的金身一樣 他是拿了梁天琦的金身 他應該不止的 他是跟薛黃昏片過 對 跟薛黃昏片過 因為我們都說過 選舉是如選美 如果在九龍西 是啊 我猛的 我什麼都不懂 不說政治的人 我只看了雙照 很難選 很難選這些 我覺得建制派都有票給到他的 因為那些人選 又是薛黃昏 我可不可以投個好一點 黃碧雲 黃碧雲 有獎勵雲 有獎勵雲 坦白說 有時候 不是開玩笑 投得那麼多都縮揚 尤其是九龍西那麼多馬籃 有柏蘭街 有上海街 你看到海報雖然是假的 但你看到選票那張是真的 你有機會投給他的 我覺得 尤偉晶 只有一條柏蘭街 都有一萬票 起碼 有八九千個馬夫會投給他 在新興大廈裡的 從事色情行業的人 都會投給他 是甚麼意思 在上海街 那些修外為馬 林依依 你現在變成了 沒有 林依依反而沒有 因為坦白說 不是說我們得罪說一句 林依依年輕了三十年左右 那就有機會 但現在 叫做歲月催人老 吃禁藥 打布陀信 打布陀信 先吃禁藥 怎麼打都沒用 五十幾歲 被你打到甚麼 除非這樣 你有沒有看過三間餃子 有 林侵華 他不斷吃那些人胎餃子 吃到樣子很年輕 原因 有個叫白玲 中國的女演員 白玲 他說原來已經六十歲 他在六十年代文教時候 演白無女 到二千年 他怎麼這麼年輕 他說原來就是吃那些餃子 吸人血 吸人血 他就介紹楊千說他吃那隻餃子 就會青春常住 我們不是說詆毀林依依 因為 現在 我們很明顯 他只見到林依依出來幫芒果佬護河 正如所謂一夜夫妻百夜一 所以 他也挺清楚局勢 是啊 他維護芒果佬 他維護芒果佬的方法就是攻擊 尤惟精 攻擊尤惟精 他保住芒果佬的票碼 現在很明顯出來 就是兩夫妻夾雞在幫芒果佬連任 這件事 我們是不會被他陰謀得稱 尤惟精 坦白說是七 什麼都不懂 但人家勝負有緣 尤惟精和譚國橋差不多 那些表現 你說紙箱 或者搭東西的程度 譚國橋可能好得那麼多 做了六十年人 做了五十八年人 這個年輕人 年輕人 五十八歲還是年輕人 那根據聯合國的標準 是 年輕人 二十五至六十五叫年輕人 他是逢檢基交給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 那沒辦法 他真的沒有其他人 那你一個第二梯隊五十八歲 那你不交換給他 交換給誰 現在沒有人拔筍 沒有辦法 這支筍其實很難拔筍 因為民貼 剛才我們說 地區票民貼也是很穩 所以譚國橋我覺得今屆他會入局 因為多了一席 他三萬票是貼票 所以現在最後那席 由偉晶爭 但是我可以覺得 尤偉晶應該會贏芒果佬 因為 芒果佬在九龍西 也有不少客人 是嫖客 那嫖客見到這個尤偉晶 我覺得 可能都會投他一票 所以黃毅民 少了一些嫖客的票 又會少了一些馬夫的票 少了一些收外圍的票 你在柏林街上 就算打算投給毅民那些公公婆婆 可能會認錯了 咦這個你們這些人 是呀 毅民交給他年輕人 我們投給尤偉晶 這樣呢 是啊 到時見到毅民你好 我們投給你 都說要交給年輕人 我代你投給尤偉晶 這樣 今天毅民就會 好像懟村牆一樣 噴十九幾兩血 所以呢 我們都是看好尤偉晶的當選希望 這個選舉 看高一線 看高一點點 我們選舉講到這裡為止 我們要講一些經濟環節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個節目 盤著什麼宗旨呢 叫中立客觀 溫和持平 所以我們要講一些樓市 講一些經濟 其實很想講 我們原本這個節目 應該是一個經濟節目 沒有辦法 我們近日已經沒有什麼 怎麼講經濟 也沒有什麼做生意 有時候沒有什麼生意講 因為大英經常都沒有空 大英比較忙 加上一個問題 奧運 那你有什麼生意做呢 難道好像那個女排 後面那幾條陷家產 舉牌直入式廣告嗎 舉那個什麼 真美漢宗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來的 那間公家是公司名 真善美 真善忍 真善忍 發輪功 嘩 喂 你猜有沒有在上面舉法輪大法 應該沒有了 應該沒有了 因為買不到票 因為入不到場 是不是 那下次東京運 嘗試一下 你知道日本政府可能會 可能會放水給法輪功呢 裡面練法輪大法 在中國對大家排球的時候 在那裡轉法輪 嘩 這麼嚴重 不知道 我經常都說 有時候你 還不是勾結日本政府 勾結什麼出奇 日本政府 你都知道他一向都是 亡我之心不死的 是不是 如果日本政府跟你合作 打壓法輪功 那就是你說謊 日本沒有亡我 沒有亡我之心 是不是 很簡單 所以下一次日本政府麻煩做事 發佈些簽證給法輪功 那我們 現在要講一些經濟環節 最近 樓市一直這樣升 不過我覺得 其實 出現了一盞紅燈 危險訊號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不是說 之前一直都做節目 說 在未來這半年 香港的樓市 是會創歷史新高的 現在呢 有少少阻滯 我不是說想推翻我的說話 是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樓市的三大明燈之一 第二盞燈 已經關掉了 嗯 是誰呢 這盞燈我經常都說了 第一最大的大光燈 叫做蘋果日報 當然 這個都說了很多次 應該 說了兩年 是 地產呢 是我們的友好 以及幫我們轉播的 迷米的老闆蕭先生 因為蕭先生呢 在這個地產界 也是非常聞名的 這盞燈 蕭先生都看不到樓市很久 很 consistent 這樣不看好 由2011年開始看淡樓市 2011年到現在呢 是足足五年了 是 是 他在1111年賣賣人網的網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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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萬 賺三千 賺二千幾萬 不夠三千萬 是 但是呢 他賣完之後 市上升得一倍了 是 1111年開始的樓市上升得一倍 不過他的民業上升不到一倍 因為始終的實用率低 而且地點不算很漂亮 所以呢 又是樓上舖 所以上升不到一倍 不過呢 他賣過一刻 如果那張都錢買沙田第一成呢 是足足升一倍的 太古城都差不多一倍了 不夠了 那為什麼呢 我說這盞樓市大升的出現了一些景號呢 原因就是蕭生呢 終於向這個樓市屈服 是 他呢 竟然說要 有嗎 是啊 是不是 沒有人啊 我一定是 站在反調那邊 沒錯 我們節目一定要有些 有些反對派 有些派出爭議 有些扮反對派 對 要出來扮反對 好像民主黨一樣 今天是民主最黑暗的一些 今天是民主最黑暗的一些 我們抗議 今天是星期二得逃最黑暗的一些 是啊 這個呢 我就不是憑空捏造出來 是在這裏無憾蕭生的 因為他自己在節目講 而且人家受訪問 不是在節目 是在蘋果日報那裏訪問 對呀 是蘋果日報人家訪問他 那個都是節目的 蘋果日報節目而已 那蘋果日報節目呢 他就說 要買兩層樓給 現在這兩個女兒 因為兩個女兒就比較小一點 年輕一點 阿壹那些發財了 有錢 不用照顧的了 但現在這兩個女兒 剛剛出身 剛剛出來社會 那就沒有什麼錢 所以呢 他是要每個女兒 買兩層太古城給他們的 一層呢 就我們住 一層呢 就我們收租 那不用做 都可以吃到老了 嗯 這個呢 其實香港一般人 都是這樣做的 因為蕭先生沒有這樣做的 因為蕭先生有其他方法賺錢 就不需要透過這個 這個民業的升值呢 去令到財富增值 因為蕭先生 他本身他自己 可以不斷增值嘛 其他人不行他可以嘛 所以呢 他就不需要依靠這個樓市的 但是呢 現在呢 他會覺得 可能他覺得 他的女兒 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辦法增值 增得那麼快 比樓市增得那麼快 所以呢 都決定為兩個女兒 每天買兩層樓 就幫他呢 就增值 其實是保值 都可能是保值加增值 保值加增值 那蕭先生呢 就是向這個樓本位認輸 那我也覺得呢 都算是明智的 為什麼呢 如果現在不買呢 過多幾個月之後 你創新公司買呢 在股票上面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股票有說呢 創新高就要買 因為沒有蟹貨嘛 嗯 當你兩萬元去買太高城的時候 一定都可以的 為什麼呢 沒有人會再虧本的了 個股都要賣兩萬元的嘛 這個其實都講了 一直都講了兩年 這個問題 就是樓市和股市 是很難徹底地類比 因為兩樣東西 為什麼我一直說樓市 叫人不要臨時買樓呢 因為 貨幣的結構 是出現了重大的變化 現在的貨幣的組成呢 跟以前不同了 現在的貨幣 購買力弱了 現在的銀紙薄了 現在用一句最淺白的 現在的錢倒了 不是那些樓倒了 是錢倒了 就是樓和錢的地位 所以有樓本位 因為以前 你是用錢去衡量這層樓的嘛 現在反過來 是樓來衡量你的錢 你現在一千萬元不行的 我不會把那層樓交給你和你換的 你現在一千萬元不值一千萬了 現在千二萬呢 現在而已 過多兩年不行的 過多兩年可能要一千萬元 你那一千萬元是持續貶值的嘛 銀紙的成份是薄了嘛 就好像那些股票供典一樣 現在的學價都是這樣的 現在的學價都是用一點幾隻鶴 或者零點幾隻鶴 來代表銀紙嘛 是嗎 倒轉 這個我沒有聽過 有 學價升的嘛 是的 不過學價很難跟樓市做對比 你又受到 港交所和證監的干預 沒錯 有空無事收緊收禮 你又有升稅 好像現在樓市有些什麼 額外印花稅啊 那些辣椒出來 一樣的 他現在的單位太大 你不可以和樓比 是呀 你一單位也要幾億 你創仔也要三億多 你那個主板也要六億多 那你變了你那個欽心大悶 即是你上不了車的 是不是 又沒有做按鍵 這些單位就真是我們天文單位 這些就是AU 好笑 所以呢 這個蕭先生呢 向樓市這個樓本為屈服呢 我都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呢 他都是讀飽私書的 他都明白這個道理 不過只是遲了一點點而已 那也不怕的 好過呢 那些錢放到一路貶值 因為呢 我看現在銀子這個結構呢 是會持續是向下探它的低位 即是以中國的術語叫下探一個低位 是銀子一爆了是一路跌下去的 現在是銀子持續一點 記住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你將兩樣東西反過來看就可以了 銀子爆煲 銀子爆煲 現在的銀子倒了 就是這樣 所以呢 當然在資本市場 你會明白這個道理 我有朋友說 最近的基金 今年業績最好的就是黃金的基金 最好的就是黃金 因為黃金是怎樣 實際上你可以用來做避險的東西 是不會太多 因為是日元 除了日元就是黃金的 因為黃金升是一日元狂升的 那些錢都去了黃金避險 是不會 為什麼日元升 所以香港呢 就留本位 國際上還是金本位 國際上呢 其實都在走留本位 不過它那個 因為金有衍生工具 樓是沒有衍生工具 你看歐洲的倫敦 澳洲的雪梨 蒙爾本 溫哥華多倫多的樓 那些樓是升到爸爸的 那些人是不要錢的 每個人都去買的 那些基金業績跌到媽媽的名字 差得差 因為股票輸很多錢 那些人炒股票 坦白說 我講了很多次 香港炒股票發達的人 十隻手指數得了 香港靠樓發達的人 全香港都是 全香港公開 那就沒有成功感了 那你要成功感還是什麼 就是 劉德華那套叫賭合1999 那你是不是鼓勵他買樓 如果他要創業呢 我們說起 買樓是一個保值問題 但是你看看你是不是要創業 如果你說你想要創業 你就沒有可能去供樓 為什麼呢 你供得樓 你那個婦女就在這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去創業 兩件事一定是互戚的 但是如果你要創業 你要一個entrepreneur 一個冒險家 是 要承受一下風險 然後你又要一路冒險家 你又要一路戴頭盔 因為那個頭盔 剛才剛才分析了那麼久 那個最主要功能就是頭盔 即是呢 你看一下你這個人 是一個叫做 你不可以進攻型防守 沒有這件事 不是你是一個進取型 還是一個防守型 很簡單 就是那個賭合1999 劉德華教那個化骨龍 那個張家輝說 你想悶悶地贏錢 還是很刺激地輸錢 其實很刺激地贏錢 沒有人可以很刺激地贏錢 贏錢一定是滿聲法大財的 滿聲法大財就是江澤民說的 大家不要出聲 你反而很悶 慢慢來 這樣有機會讓你發達 那麼當然 中間那個過程 你是要去衝的 當然不是在家睡覺 等發達的那些 那些就是發夢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買樓 除非你是有收入的那些 如果你說現在不是 我手上有一百萬 我出來創業 我反過來鼓勵你創業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百萬 你買不到那些什麼樓的 你還要供 你不是說 買了一百萬 買了六億的公屋 買了六億的公屋 對 那你買了什麼 你如果拿一百萬出來創業 可能你第二天買一間 二千萬別墅 這個就是 看你賭不賭 如果現在創業的人 有些人我會覺得 你個人適合創業 當然你沒有當生業 當然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 你當然不會 你有好想做 你不會貿貿貿易 我去創業了 沒有 過大海了 最佳創業了 少都可以有妻換 而達到創業興家 一百萬過三關 就是一百百萬 以後呢 但是呢 我們看那個生意 就是這樣做 因為 我看接下來的樓市是會升 但是呢 升得多少呢 不敢說 因為始終銀子是爆了 那銀子的 其實現在 你看那些樓的升多少呢 其實要視乎銀子下跌的速度 銀子跌得那麼多 就升得很重要 一樣 要相對的 你做生意都不代表你 完全跟樓沒有關係的 有很多上市公司 或者有很多生意人 都會買一些物業 是用來工作用的 例如買個寫字樓 有很多的 其實 有很多的 這個是實用 這個是那個需求 need的問題 是不是 那你問題是看你 現在有沒有這樣的需求 就算這個需求 你是不是一定要買呢 可能可以用租來解決呢 很多事情 那你 當你未有的時候 就可能可以先租 但是發達 你就買一間更漂亮 我覺得你做生意都可能會有買物業 這個未必完全排斥了 去到你差不多的時候 那樓的事情 我覺得差不多 說到 我想說回一個現象 剛剛呢 其實上個星期出現的現象 就是呢 講到武漢的商場 就將這個叫做呢 香港皇家警察的制服 就變成他們的公 保安啊 保安的制服 就是呢 個個穿得好像香港以前的警察 龍衣 綠色的 這樣呢 很多網民就說 其實是一面倒這樣罵的 哎 你那些人抄襲什麼 什麼王國啊 什麼鬼國啊 這些東西都要抄啊 是全部負面的 我未宴過一個好評的 是全部裂評的 但是我想指出一個很重點的問題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你要想一下為什麼 因為香港人有價值嘛 因為香港以前的皇家警察 有信用嘛 是優秀的公務員團隊嘛 人家覺得你 是不會收黑錢的嘛 穿得起這套制服的人 皇家警察 是一個有誠信的象徵 不是香港的黑警 不是大陸的舊公安 不是那些城管 現在香港的制服不行啊 因為那些是黑警的制服 沒錯啦 現在外面那些是黑警的制服 你嘗試叫大陸現在穿這些 不能夠的 因為香港的黑警 是抄大陸公安的 現在的制服 是同化了的 是同化了的 你覺得它好像公安的 那些衣服 是啊 一樣色而已 是啊 一向淺藍色 為什麼大陸人 要抄你香港九七之前的皇家警察制服呢 是因為靠得住嘛 是因為你們有誠信 被人覺得你們是公正的 不會收黑錢 不會為了黑錢 而去無告百姓 對不對 所以連商場的保安 他的制服 都要令到那些 叫做進來商場行的市民 覺得信不過 哎呀 香港皇家警察 這些是信譽的保證來的嘛 是啊 這麼多東西不抄 是要抄那套制服 有問題 當然有啊 有場反調才有反對派 那上面的人 去到武漢五園 是不是真的認得那些 是香港制服來的 當然認得 因為呢 香港八十年代 一套電視期的新宅師兄 就是穿那些 很多警視片 就是穿那些衣服的嘛 是不是 所以呢 那套衣服 在大陸 是有這個叫什麼的 有一個名譽的 有信譽的 即是一個 一個什麼保證來的 知道嗎 所以呢 他們是一定要 用這些香港的東西的 他們不相信 你說那些公安衣服 一見到 你知道你是賊 你知道你是黑警 你知道你是黑警 你知道嗎 所以 這一套衣服 是很明顯 是令到大陸人仰慕 香港那個殖民地 那個皇家警察 或者殖民地 那股善良 有信譽 信得過的風氣 這是香港 核心價值的所在 香港值錢 就是值錢在這一道 為什麼我們這麼討厭人權 為什麼這麼討厭梁振英呢 就是因為他大頭 把香港這些最美好的東西抹去嘛 等於以前李瑞雲說的 香港就好像一個紫沙茶壺 裡面的茶跡 殖民地的文化 保留那些優秀的東西 就是紫沙茶壺裡面的茶跡 可能沉澱了幾百年 那些是無價保利 還有中西合璧 任何人想去刮了那陣茶跡 都是民族罪人 是香港的港家 香港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中西合璧 其實這麼多地方只有香港這麼有趣 是中英文對照的 基本上所有書寫的東西 盡量都中英文對照 只有香港是這樣 你回大陸找不到英文 你去到外國其他地方找不到中文 在香港是這樣合在一起 台灣也是只有中文 台灣也是沒有英文 很少很少 所以這裡做文書很辛苦 好像我們這些人 中英文都要做 所以香港要收貴一點 所以香港的律師收貴一點就是這個意思 收貴一點就值得的 因為香港是信得過的 是靠得住的 為什麼人們要來香港買樓 是靠得住的 要你不回大陸買嗎 所以香港的樓 我覺得你有 自住的千萬不要賣 賣掉的就是利利全家的 我們說回大陸的現象 他們真的很崇拜香港 我們之前我們去 我們有幾集都說過 我們有幾集都說過 大編也說過 大編也說過 凡是任何東西 他都加香港兩個字 連許秋怡 在座有沒有人記得 許秋怡是誰 只是一首歌 就是和張智霖唱現代愛情故事 沒有第二首的了 你才記得的 大陸 大陸介紹許秋怡叫 香港影視歌星 香港著名紅歌星許秋怡 香港有多少人 記得許秋怡呢 大陸還是當他紅歌星的 因為 香港兩個字 就是信心保證 這個是香港人最值錢的地方 梁振英的上任就是拼命 貶低香港的地位 做矮子 是的 抬頭做矮子 這個是 國內人一路都多 都當香港是他們一部分 這是另一個原因 其實不對 他不會純粹去崇拜倫敦呀 紐約那些 因為那些是英美勢力的地方 不是呀 他特別崇拜香港 是金融城市排第三 就排在這個紐約和倫敦後面 沒錯 所以他們是引以為澳 所以你們什麼 上海、北京、深圳、廣州 全部不入樓 連東京都不及香港的 新加坡不用指向香港 金融城市當然是排第三 是的 港金融城市香港排第三 紐倫港我們是拿銅牌的 新加坡和那些是沒有獎牌的 沒有牌的 不同的 所以呢 大陸人呢 因為大陸政府刻意是貶低香港 配合這兩個港間特首 曾蔭權和梁振英 因為曾蔭權由他帶頭開始 回去見廣州那個市委書記 你都要拿筆 拿筆紙報來抄筆記 全家產這些丟進香港人的架 你連見深圳市長 深圳市長低利好多 知道嗎 你這個香港特首 已經是等於副總理級別的了 已經是等於北京市委書記的領位 不是省級的 不是省級的 是直轄市 北京、上海、天津、重慶 是這些直轄市的市委書記 已經是 喂你不是你都扮得是 你怎麼理由特地扮得低一點的 你是不是見到深圳 你見到深圳那個 你都要 下跪 你都要 所謂梯圖發水 你會不會去到 你明明是經理的 你告訴他我是staff 你告訴他 你跟他掃握 我不說得事 我只是助理 這個就是他 我為什麼這麼討厭這個曾蔭權 就是因為這樣 他是帶頭扁低香港人的地位 因為他是一隻狗 因為北京 因為 英國人在的時候 他就講英文 用英文廢 到中國人做主人的時候 他就用普通話廢 他是一隻狗 我這麼痛恨他 原因就是 他是帶頭扁低香港人的地位 梁振英還懶惰 常常都說你香港人是不行的 你放下尊嚴 回大陸黑 含鬧 這個梁振英 所以他一定要被人清算 這條狼羊 告訴你 下年如果你說他 一落了鑊 就一定追回他五千萬UG 那件事 你以為你不用坐牢嗎 肥龍也要坐牢 你不用去坐牢 把特首夫 把特首夫搬去赤廁 我是他 立刻留夜搭飛機 立刻歸英 梁振英英 立刻飛回鎮英大英 是嗎 有局制營 可以走 政治庇護 可能就是欠英國的五千萬 被英國人拘捕 他被我撻 除非這樣 他被MI6拘捕 第一時間進去英國領事官尋求庇護 第一個香港官員 特區官員 但那件事是英國上市公司 那不行 其實他不能離開 去北韓領事館 去ISIS 除了北韓之外 可能沒有人收留他 他可能是投一個 這麼大的城市首長 去投靠ISIS 那他要熟讀可蘭經 所以他生日的時候就說 一帶一路 他幫一帶一路 十億 原來是這樣的 鋪路去 他打算培養多幾個人 去阿富汗、敘里亞 那他突然可以回答路 他突然可以回答路 反美 這個能仰就是任主 原來有些後著的 其實我一直 我都很珍而良振英的誠信 你的名字很明顯 很明顯告訴別人 你不是中國人 你很不振不振 你是振興大英 你還是中國人 對著這首歌曲的時候 對著這個五星旗 你還看著這個五星旗 你這個漢奸 我猜他打算坐飛機潛逃的時候 他會被強力部門扯走 應該會 是 上到飛機是吧 你不要以為 好像ARGO 你現在看過ARGO也是 你打算上飛機就行了 打你下來 他好像臨邊 是 走 走 走 溫度二汗 蒙古 想走 不能走 坐飛機不安全 坐火箭 坐哪支火箭 不知道 坐在洗頭艇 坐在洗頭艇 安全一點 還是回去電視認罪 沒事的 坐在洗頭艇 這個梁振英 是壞事做得很多 但是我們 其實這三次 我們應該說 我們是講經濟 怎麼說 叫你 不要一口咀嚎 我們說回 這個大陸 對於香港 那個品牌 是崇拜到去什麼程度 是任何一家 大陸的二大陸公司 都在香港註冊一個地址 一個屈尾 就回去大陸告訴你 我是香港的什麼什麼公司 那些朋友 發那個卡片來問我 你香港幾十年 從未能聽過這家公司 不是啊 你看清楚一點 是香港註冊的 那我呢 真是我做朋友做到底 我幫他去到那個地址看 確實有這樣的公司 但是這家公司裡面 只有三個人而已 很明顯 那些都是空殼來的 那你變成了 大陸人是信香港 多於信大陸 所以呢 我跟大家聽眾勉勵一下 香港人呢 就不要看下自己 我們要自強不勝 我們要反攻大陸 對吧 我們是絕對有能力 是贏他的 這件事呢 就不是說我們什麼自大 因為我們的視野 絕對廣闊過他的 即是說競爭力那方面 各方面呢 各方面呢 我們視野闊過他的 我們有些什麼 可能不及他呢 就是拼搏精神 好像你這樣 我這個同意的 絕對是的 他們真是大匪說得沒錯的 他的袋子只有五百元 他敢跟你談五萬元的生意 五十萬也可以的 真的 上面 他不流行留本位 其實上面都是 他們是生意本位 其實不是 上面都是留本位 不過有錢的那些 其實是黑錢本位 他們都拿了錢去買樓 但是如果沒有錢的那些 就不會跟你想上車 他們呢 直博率高 是會想一下有什麼生意做 真的帶著五百元 就跟你談五萬元的生意 補一補都好 是不是 轉一轉手可能 賺回兩千元呢 兩千元已經等於他本金四倍了 即是他會這樣的 接著呢 他拿著那兩千五百元 他就談三十萬生意的 下一個 不斷過關下去的 變成呢 他的冒險精神 亦都可能他覺得呢 他們都是沒有退路的了 所以呢 香港人 我覺得跟上面的制度 我覺得跟上面的制度有關 上面那個 信貸系統跟香港很不同的 你香港這裡是很容易畫花的 自己的信貸紀錄 也都不能走 畫一次 太細地方 但上面那個信貸紀錄 就是因為他的系統不完善 他可以不停地畫花 畫花幾次 去隔離城市 可能已經是沒有紀錄了 無論你信貸紀錄 你的資產的那些登記紀錄 全部都是一個不流通的系統 還有容易借錢 譬如我問你借錢 我是看得起你才問你借錢 如果你不借給我 這件事就賺給我 典型的變圖 這個呢 真的這樣 這個我是覺得有點相確的 你不是那麼容易去借 你是要拿你的人物才能借錢 你在這裡可以借到 你去隔離城市借多少錢呢 隔離城市沒有人認識你 你只要在你熟悉的城市借賭 你去古代理 所以香港的樓本位 都是這裡的制度造成的 這裡的拿樁的人 是要走這個制度 其實不是只有香港的 其實你外國很多城市都是在走的 一樣的 那大城市不是全部大財團拿樁嗎 這個也是 最後就是跟你這樣玩 銀行拿樁 這個也是 我們就是說 內地人他拼命 有一個 有一個就是 但是他那個叫做 登記制度是真的 非常之不完善 好像剛才你說借錢 你一個物業呢 去不同的地方呢 可能都未必借到錢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知道你借了多少轉 所以上面那個 借錢的渠道現在 越來越難就是這個意思了 因為我都不知道 你究竟找了多少間銀行 你同一個資產都是 因為我登記制度 計不到你那個 計不到你那個 計不到你那個有多深 就好像次案一樣 案中有案 不知道你第幾次 你那個事案是 你說沒有案過 喂 沒有人相信的 你可能已經按了十次 我可能是地獸一手的了 所以他根本就不敢借錢給你 任何一個資產都不敢借錢 除了國家的資產 除了你是那些叫做國企 又或者總之政府部門 就是政府企業 如果不是一般民營呢 是這麼難借錢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呢 去到這個程度 即是那個經濟樽頸 你的經濟再發展下去 是會緩慢 或者那個經濟增長沒有那麼快 因為去到 去到那麼 那個制度那麼不完善 對不對 你一個資金連一轉 你都想改也不容易 改也很大問題 你又鎖死了這些資金 你一改 全世界 一見到那條數 你一按停它 是很嚴重的 連鎖 你一劃出來 這間銀行 你借給ABCDE 一間公司每人五億 我又借了 我又借這麼多錢 每間銀行拿一本信出來 同一個債主借了十間銀行 你說是否即時爆補 所以大家都好似不出聲 假裝不知道 免得同一個債主借 同一個債主借 你一同一個債主借了 你一同一個債主借了 很嚴重的 所以 那個上面是有不明朗的地方 不過呢 我們是要佩服它那種拼搏精神 這個是真的 今天的時間 原來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又要下個星期 才可以再跟大家談 這個星期沒有第四節 因為我們都沒有時間錄音 大家記住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支持我們的節目 金正是有第四時間 原來有第四時間 大匪又錄了一個專輯 大家也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大家如果想尷尬 盡情尷尬 我們這個節目是歡迎 尷尬他很久 記得在第四節的留言 不要在第1、2、3 你要尷尬大匪很久 不要尷尬我們 我們的節目時間 是不是結束了 大家可以聽到第四節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分享我們的節目 多謝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